今集想和大家說一下如何去抹琴 首先我們要準備毛巾 我會喜歡用Mutal Fiber 因為抹完之後很快就沒有水漬 會快點乾 如果你用普通毛巾 最好就準備兩條 一條就讓你噴濕它來抹 第二條就立刻用乾了毛巾抹一下 否則鋼琴就會有水漬 那就不漂亮了 我們平時都會用滴露的Service Cleanser 它就會有消毒的作用 買回來也是一個噴嘴妝 就不用再溝水了 現在這個時間就可能比較難買到 你可能就要用稀色的飄滑水 1.99 可以進入瓶底 接著就是抹琴 我們抹琴是怎樣抹的呢 首先就記住不要直接噴到琴 我們可以噴兩下 在毛巾上 然後就由一邊慢慢掃出來 不用大力 慢慢地 那第二個是最髒的部分 那邊就是這些 有時候會看到很多手指毛的位置 那我們又抹一抹 那有些同學有些壞習慣 可能喜歡摸一下琴底 那這些位置我們都會抹的 第三個位置我們經常都會碰到 就是個泡架 那這個泡架我們又可以抹一抹 那你抹到看不到 其實那些手指毛就已經OK乾淨了 那這個Service Cleanser有個好處 就是它沒有味 還有就算你碰到的話 皮膚也沒有那麼乾 那如果你用白水 有時候碰到 你就會立刻覺得很乾 那樣都會有一陣味 那就 今集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再聊 OK 拜拜